新聞一開始來完審 連接台七十六山 快速度路保釁交流度 同往安寧市的原步路 不是說太平靜 原來就是幾年八月底通車之後 四年改革安寧台村 往來保釁交流度的交通問題 所以也因為交通事故賓团 通車不夠一年的時間 已經就走三條人命 因此在電話林書 以及安寧台村和保釁 三鄉市公所的合作 車來附近七間宮廟新尊責定方路 基盤路勢算算發揮 為安寧台島經過台村 人家到東西鄉快速度路 保釁交流度的原步路 去年八月三十一號正式通車 所犯安寧往來快速度路 和哥作公路的車流量 但是通車以後 刷市交通四個民團 不到一年已經就走三條人命 但向宮廟新尊是來降機 即使要辦路線 路線電列是由管長公廟臨 但念主這課 所有這輸科技都依照鼓勵來進行 公廟臨表示 要信也要靈 民眾一定要遵守交通規矩 不要敲鎖 不要違規 這段確保現場安全 希望透過我們的宗教科技 如果為我們開票送金 以及到葡萄 以及到桑索的過程中 可以讓路的警察的平安 但是人家說愛人愛心 我們心靈跟我們無形的東西 擺蓋掉以後 很重要就是我們的路人 我們的鄉親 走到這條路的過程中 也是要很注意 這段大規模的路線 是由管政府 萬念市公所 保身兵公所 和台川兵公所合辦 請來萬念市新天宮 保身兵五兩宮 和台川兵五通宮 在設計公廟新准設定 既求法界的萬部路 一直發生交通疏過的問題 入獎法新聞 中心良 萬念蔡方報道 下集見